MPM 市面上有三大文化類型的技巧 MPM是以色列的品牌 2014年領導專利的認證 Woola上面有56支針 所以可以很安全地穿透皮的表皮層 我們主要用MPM的Woola針 去做大範圍的面積 因為可以很快 針錢亦都可以控制 SMP文法主要是用單針去文法 這個技術其實已經有幾十年歷史 SMP的文法是有所限制的 所以我們主要會做在 巴痕位置或者面積比較小的位置 線條文法就是經常聽到的韓式文法制線 在髮線的位置做一條條髮絲的感覺 我會因應客人不同的需要 例如像女生一樣 前面髮線位置就會做回線條文法 做一個髮絲的感覺 而頭頂的位置就會用NPM的Woola 做一個濃密的感覺 因為女生大部份的 都是髮戒線、稀疏 而頭髮側邊就會比較濃密 如果用單針去處理的話 就會做不到濃密的效果 所以我會因應客人的需要 混合上面以上三種不同文法的技術去處理 取長補短而解決不同脫髮的問題 有些開辦課程的公司的導師從來未聽聞過 確保我訓練出來的文法師的質素 所以NPM文法證書有分三種 第一種文法證書就是 被一些已經買了NPM儀器、色素、針 因為我要確保他們所用的 都是NPM的品牌 學員完成了考試的功課 就會有這張證書 但它不代表有文法的經驗 第二張證書就是 第一年裡至少做了三十個客人 有NPM文法的實踐經驗 那就可以申請這張證書了 第三張證書就是 每年連續至少做了三十個客人 第三張證書每年都會跟學員更新的 要確保每年學員的技術層面上的經驗 NPM文法的儀器、針、色素都是有認證的 所以課程的價錢 比SMP文法的課程是貴幾倍 但我可以排除一班 因為課程便宜 讀就讀一下 在客人的頭上試試的心態的學員 因為我要確保訓練出來的學員的質素 而做出來的文法是有所保證的 所以我才會覺得對得住我自己的客人